中文字幕提供 那到巨蟹座了 不知道好不好 我覺得巨蟹座好像比剛才的星座 差一點 那怎樣麻煩 因為明年 我反而覺得他們重視自己心靈的交流 或者他們的情緒偏向不太開心 但好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偏才運 和投資運比較強 那應該會開心 但是因為那個高位的地方 就是他們內心會有些交戰的位置 譬如我先說事業運 其實明年不是巨蟹座 是有事業發展衝刺的一年 我反而覺得你們應該慢慢停下來 知道自己想做些什麼學業 或者從什麼方向走 留意你們有一顆海融色 長期留在你們事業的位置 反而你們應該檢討自己 例如我在職場上自己有什麼價值 究竟我在這間公司 我自己是有什麼對等的待遇 有什麼人工 不要經常想 為什麼我沒有人加工 或者沒有人常識我 反而你們應該想一下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 想清楚了 其實你現在的工作狀態 是否值得自己繼續走下去 或者發揮到自己的財能 這些方向 其實明年就是這樣 我覺得事業上要檢測一下 想清楚 先搞清楚 其實巨蟹座朋友 我一向很喜歡 改媒關係 我覺得 可能你們未必認 但我覺得是 但是明年 我打算不認 但是明年要小心 不要沉醉在不見得光的關係 小心 因為你們一向很喜歡 多情 很學求的感情關係 很喜歡有人親 有人哄 但是明年可能會容易 萬中中誤懦情亡 很嚴重 錯綜複雜的關係 也不是太好 你們本身的心情已經很一般 而且 因為我覺得明王色 還留在你們的伴侶工作為止 在山陽座那邊 小心處理你們和伴侶的關係 不要互聯招惹一些桃花 或者令到你的伴侶亂想事情 那就很麻煩 對 反而是健康 因為你們危機的空位比較強 很多星在那個位置 注意你們精神壓力 和情緒管理的問題 由於木星在那個水平座 明年的時候 他在座 朋友表面是很平靜的 但裡面是波濤洶湧 大家看不到的 注意 12月底的時候 注意自己的腰骨 腿部 就是腳部的健康 他們整體 其實他們對面的高位 今年來說 因為土木明是一隻一隻 我想他們也不太好受 其實跟其他人合作 或者是跟同事 和妹妹之間合作 即是 就算是一起相處 你們都過了很多挑戰 過了今年之後 夏年 我覺得是靜下來 自己慢慢思考的 空間的一年 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 很延遙 還有你們究竟人生的目標 這些是很重要的 對 對 就是要搞清楚 這個大部題 對 剛才我說了天才運 和投資的人都很強 其實也是 投資 和股票 都要小心一點 雖然有運 但不要亂買 還有 我覺得你和明年 你們對一些神秘學 和原學的興趣都會上升 可能你可以 用這些時間去學一下 可能你喜歡玩拆謀牌的 去學一下 可能你喜歡紙幣 可以學牌 可以學牌 很穩定的 可以嗎? 都可以 可以 我覺得總體來說 巨蟹座朋友 明年運程就很麻煩 我覺得可以三顆星 加油 不要期待 多關心自己身邊的巨蟹座朋友 終於到獅子座了 很開心 很開心 這位記者是獅子座的 是嗎? 不知道你的桃花園強不強 我覺得明年是挺好的 除了桃花園之外 我覺得重點是 其實人緣很好 都是 不如說一下事業 好 獅子座的朋友 明年的事業 其實我覺得有危又有機會 好了 因為那個魅惑星 在你們的工作公位 其實有很多挑戰壓力 我想你今年工作壓力大嗎? 你覺得自己 在鏡頭面前 也是 不要說太多 好 好 其實今年 我覺得你自己 都盡全力去做事 尾現一句 但明年 記住 不時才說 很自我 很霸道 明年的氣勢要減少少 反而我覺得 你可以跟你的同伴相處 即是同事之間 你又退了海浮天空 跟別人合作 大家關係得好些 跟別人多些靈體別人的意見 最重要是 對你們的事業 是會有幫助的 另外 另一件事 天獲星還在你事業工作的位 其實未來這幾年 其實都很久 都六七年 在你事業上 尋求機遇 和充滿變化的時間 六七年 可能你會覺得很動盪不安 六七年 六七年 有一定的心理打算 那些位置就好好定立自己的目標 和定運 其實到時你會很喜歡變 變得你走到那條路 就剛剛好 如果本身有男女朋友 你們恭喜你們 我覺得下年 你們在 怎樣?你們要拍檢了? 是啊 不是吧 未必可能是妹妹記者 可能是其他朋友 如果你們本身有拍拖 我覺得下年是你們有愛情走入婚姻的交戒位 是啊 如果打算 拉上天出的建議 明年可以去做 恭喜你 但是如果暫時未有結婚 就算了 不是每個人都要結婚 和你的另一半相處 但都會很融洽 而且你的關係會改善很多 如果單身者 記住12月的時候 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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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當時很幸福 我只是等一年 剛才說 最低是12月 那機會就會比較大 等到下年的12月 中間是少少都沒有 不是少少都沒有 是你覺得 不對的 或是也不太對 對 施耳座的朋友 今年你已經發現 自己有些健康問題 發熱 是啊 但是要趁這個時間 好好醫治好 你要根治問題 因為不然會拉到外面 我不知道 但是有否認定了在你身上 譬如你牙 可以下肌皮膚健康 有沒有問題 有肌皮膚 你之前上股前排 但是最近其實是腰痛很重要 腰痛嗎? 骨落健康 哦 功功啊 功功 這樣又好好處理 真心 這個陰光很真心 可能會爛到下一年 哦 哦 肌肉的朋友 其實是工作又磨碌 又比較充實的一面 雖然你工作壓力是一定不小的 因為覺得美黃色還是留意工作功 七八年 是啊 那個天王色 我覺得美黃色 是會轉的 反而你們全力以赴的話 覺得牧星會令你比較順利 工作 如果明年 反而 剛才我說的事業對你很重要 但是人際關係也很重要 因為要聽別人說 或者定義 不要只知道我是 我一言和我是適合 一定要理解別人的問題或需要 自己改善對你自己是很有幫助的 嗯 你會給多少個聲音呢 對 我覺得這支作品也不錯 明年有三個半 我覺得他們 三個半 好 剛才那一刻 少少 然後是處女座 我是太陽處女 上升處女 你倆那麼興奮 專心點 專心點 太陽處女 月亮處女 好 上升 上升處女 其實上升太陽也要看 待會我可以再說 我覺得處女座的朋友 明年其實重心是工作 又是工作 但工作也是好事 好啊 當然啦 我們喜歡做事 有事做 事業營累積 真的 明年 那些土色和木蜇 在你們工作的位置 無論你家 職場 生活 你會遇到一定的壓力 因為那個位置 除了工作之外 還有生活日常的意思 好了 那你們承擔一些 較重責任的工作 或者個人的生活 操勞一點 如果打算滑 混水摸魚那些 要認真真去做好你的事 無論日常生活和工作 那打工仔 可能你會發覺你老闆 上次對你們的要求 嚴苛了 或者是嚴格了 或者是規矩多多 可能有少少覺得 這樣 為何今年會變得 但我覺得你們 迫著你們自己認真去面對 那當然了 對 對 那是真的 對 你幹什麼事 為何會這樣 你有意見嗎 沒有 認真 但我覺得這樣 其實認真之外 小心和你們同事之外 可能有些磨擦 好像剛才那樣 哈哈哈哈 我們兩個針對兩個 哈哈哈哈 不過大家要好好溝通 剛才我說 那種筒星影響你們的壓力問題 但是木星也是在你們工作工 所以其實那時候 你會覺得更加得心應手 如果你想找工作 轉工 轉行 升職加身這些 我覺得明年會比較好 而且會容易受到你們上司 老闆上職 嗯 嗯 好 那我就說戀愛運 戀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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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未來已經幾年了 接著幾年 幾年來計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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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覺得是炳黃晶的關係 是一般的 哈哈 我覺得 有事業 沒有愛情 這是很公平的 不要緊 我先看上升百人 哈哈 算打贏 我覺得你們小心出現 你們對另一半 在戀愛關係上 有一個很強烈的控制 好像是耳朵別鬼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 即是自己對另一半 對 自己對另一半 而且容易出現一些很妒忌心 很重 可能打壓同情 或者應強另一半 去遵守你自己定外規矩 規則 即是控制又會大一點 控制又會大一點 所以表現我覺得有點霸道 小心你們再這樣困獸鬥 那就影響大家感情 如果真的 而且你們自己覺得很累 如果 已婚人治 或者拍拖的朋友 好了 小心 你們的關係很容易 在另一方面 可能會有些無謀不清 互相隱瞞的情況 很害怕 或者你最後 可能是舉門你 又未定 舉門你 那你就會發現 自己好像夢在鼓女 而且後知後果 會變成自己 但是 柱女座的朋友 明年健康運 是算不錯的 因為我也是那句 一向工作很勤勵 最重要一定是 而且很投入工作 小心你們作聲不定時 因為經常加班 給自己很大壓力 除了加班工作之外 因為你們最終日常生活 反而要享受生活 記住這件事 Work Life Bar 這件事很重要 你們今年是比較 平日很低調 或者不喜歡出風頭 但是今年你們被迫 有時候 很多人會把目光 放在自己身上 但是 下年 反而是你們務實 踏實 去做你們工作的事情 一年 那 因為其實你們的實力 今年大家是看到的 因為今年是你們走 都走不掉的 但是你慢慢覺得 工作上 好像踏上了正軌 你們的工作運 明年是一定會上升 很多人 很多朋友都會問 我什麼時候轉工好 我什麼時候找工作 我什麼時候轉學 我覺得這些運 就是明年的時間 還有 我才說一句 因為講求 那個位置是工作生活 追求你們的生活 工作之間的習慣 都重要 不可以一面都做工作學 我覺得處女座 其實都不差的 都有三分 三得升的 加油 加油 加油